这条嗨老被两条靓女逼到墙角 原来是靓女翠花想要玩交换游戏吗 她表示愿意献上自己的初吻 嗨老长这么大也是第一次见这种场面 随后她祖传的战袍被退了下来 靓女们见此兴奋到了脚底 嗨老想提起裤子却被香港脚踩下 搞得她惊慌到了脚底 随后翠花告诉嗨老 只要你给我看哪里我就一定给你看哪里 还不停摆弄白色的裙子诱惑她 终于嗨老扫养的心按耐不住冲动 不加思索就将唯一的遮羞布拉了下来 下一秒靓女们就开始哈哈哈哈大笑 还嘲笑她就是牙签中的王者呢 被耍得嗨老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大大力推开靓女们就急急腿闪现逃离 就算如此脆花还是不过瘾 不停骂嗨老就是一条索嗨仔 殊不知他们这样过分的行为 将让其付出生命的代价 次日脆花开着电动车准备去野外嗨皮 当她来到森林深处之时 总是感觉有双眼睛盯着自己 惊慌中的脆花加大了踩她的力度 哇屌 嗨老突然拿着打狗棒闪现了出来 脆花想要来一招蛇皮走位 嗨老挤挤手拿着棍子往车轮一桶 脆花也很顺脚扑了个臭感 她喵得刚撞的金牙都掉了好几个 但看到嗨老想吃人的小眼神 脆花放下尊严开始不断求饶 但嗨老真的毛雕地理她 双手提起电动车丢进了大河里 随后她慢慢朝脆花逼近 脆花背下的童子尿流流的 就算她苦苦哀求外加不停道歉 但早已经根本没有什么卵用 随着一声凄惨的叫喊声传来 脆花也为自己愚蠢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很快18-9年就一身而过 嗨老除了继承了以前的胖也没什么变化 她每天最喜欢看一些靓女直播 并且将自己两毛钱的工资都用于打赏 所以靓女每天都叫嗨老是一条靓仔 这天嗨老突然瞄到 公司里新来的刁妹真的好美好美 于是嗨老就眼直直多看了三两眼 没想到刁妹发现后就要举报她性骚扰 气得嗨老一怒之下拿钢管直接敲了下去 很遗憾这些都是嗨老的幻想而已 现实中她连一个屁也不敢放过 这天嗨老打开了一个女孩闺房的软件 屏幕里的西施风情万种哇塞的身材 瞬间让嗨老吞了好几斤的口水 她直接就刷爆了白金信用卡 西施也嘴甜甜不停夸嗨老是条靓仔呢 还表示自己想看看她帅到吊渣的照片 嗨老对自己的样貌还是非常自信的 毫不犹豫就将没有美颜的照片发了过去 西施看到后瞬间就胃口不好了不好了 但为了让嗨老多刷点礼物 还是继续昧着良心说她好帅好帅 这让嗨老又找回了几分的自信 她将西施的亮照打印了出来 还用P图软件将自己弄到了上面 不但如此 嗨老还私人定制了一副空气娃娃 她将娃娃幻想成西施与其嗨皮呢 这条靓女在监控之下洗澡 还大大方方转过身呢 屏幕前的嗨老看得口水流流的 忍不住用手抚摸着屏幕 原来嗨老正在看女孩闺房的直播 里面的靓女都风骚有肚子 嗨老下班后唯一的爱好就是跟靓女聊天 她对漂亮的西施更是情有独钟的 很快嗨老就成为西施的榜一大哥 西施嘴里也不停说着甜言蜜语 为的就是让嗨老多刷两毛钱的礼物 但嗨老却信以为真 房间里都贴满了西施的亮照 还私人定制了一剧冲气娃娃与其嗨皮呢 西施是一名三流学校的大学生 父亲几年前在工地上班意外身亡 所以学费就成为他最大的苦恼 最后他选择在女孩闺房里做主播 由于身材哇塞还腹败貌猛 在线观看人数也直线飙升 好巧不巧西施的前男友喵到这一幕 他叽叽腿再次找到了西施 经过考验的两人很顺脚走在了一起 而另一边嗨老刚刚下班 他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看直播 却发现自己发给西施的亮照被贴在墙上 上面还写着所嗨仔几个大字 嗨老被气得火大火大的 将家里的东西都砸得稀巴屌烂的 他觉得这就是西施搞的鬼 于是他通过自己黑客的技术 成功找到了西施直播的地址 但嗨老不知道这一切并不是西施做的 而是他最近直播的收入直线飙升 西施的好闺蜜产生了极度的心灵 于是用这种下流的方法挑拨离间 殊不知他这种行为将付出生命的代价 气急败坏的嗨老很快就闪现到了直播大魔 先用辣椒水喷到保安的木珠里 再用祖传的锁侯树用力一败 随后就将保安的尸体丢弃在野外 紧接着嗨老找到一名程序员 不但对他拳打脚踢还用大门大大力暴击 真的好嗨的残忍 下一秒嗨老利用控制器关掉所有的监控 然后进去别墅里准备大开杀戒 正准备直播的酪女们根本不知道危险的靠近 而正在看直播的嗨仔突然瞄到 酪女直播间后面突然出现黑影 这条酪女第一次直播跳舞 绑一大哥雕仔突然发现了不对劲 酪女的身后出现了诡异的黑影 雕仔急忙发字幕提醒 靓女瞄了又瞄什么毛线也没瞄到 正当他想关电脑才看到 电脑屏幕上冒出一张恐怖的大脑袋 只见嗨老抓住靓女的头发 强行为靓女吃了好多的盐巴 观看直播的同学看得好嗨的 以为这只是直播的效果而已 直到嗨老掏出40米大刀划破靓女的皮肤 还割掉了靓女好几只手指 发现异常的同学急忙报警 但手机却毛有钉点信号 这个字你一定见过 但不一定打得出来 另一边中年女孩嗨妹正在争丧哪 此时室内温度却开始直线飙升 意识到不对劲的嗨妹准备出去 却发现大门已经被死死锁上 很快温度就已经超过了200多度 她喵得再烤下去肯定变成红烧肉的 生死关头嗨妹大大力开始砸门 玻璃门果然被砸出一个大洞 逃出来的嗨妹直接跳进泳池里 而嗨老突然闪现在泳池边上了 嗨妹被吓得童子尿流流的 听到异常声音的息事来到窗边查看 正好看到嗨老杀人的现场 他想要报警信息却发不出去 只能跟闺蜜推来桌子顶住大门 可嗨老赶来轻轻一推门门就被卸掉 他将西施逼到角落里开始逼问 我到底帅还是不帅 西施连忙表示你是最帅的 话音刚落闺蜜就拿着棍大大力敲击嗨老 两人没想过捕刀就挤挤腿逃离 闺蜜找到光明顶说有坏人闯了进来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嗨老提着大砍刀闪现了过来 光明顶还没出场就抹油了 而闺蜜也没能逃过一劫 紧接着嗨老又开始查找西施下落 此时西施将别墅的灯光全部关掉 通过摄像机夜景的模式 看到嗨老都摸西摸的 西施见此提着尖刀直接冲了出去 这次他终于知道捕刀的重要性 马上拿起摄像机大大力敲击嗨老 最后也只有西施活了下来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